想到我们基础命令的话 有上面11个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入稍微难度大一点的 一个命令叫进阶指令 那么上面基础命令呢 是百分之百会用到的 进阶指令呢 就用的可能频率呢 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也不会低太多 基础指令有上面一些 那么接下来看进阶 进阶呢 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进阶指令 叫df指令 第一个df指令 df指令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先看它的作用 这个作用呢 它表示的含义是 查看我们这个磁盘的一个空间 它的作用是查看磁盘的空间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Windows 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Windows下 如果说想看一个磁盘的空间 我们要怎么办 其实这边很好 它显示出来了 那如果不显示呢 右键属性 那么在属性里面呢 我们能够看到啊 已经用了多少空间 还剩多少空间 它的容量有个笔状图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Ninux之下呢 也需要去检查这个磁盘空间 为什么需要去检查 因为作为这个服务器啊 有的时候呢 它可能放的东西比较多 那万一哪天放满了 那后面的东西到时候就放不进去了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服务器呢 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 那还是得定期去查看一下磁盘空间的 但是服务器呢 由于没有这个桌面的图形化界面 一般不会有这个图形化界面 所以呢 如果要看这个空间的话 那我们还得用这个命令进去查看啊 所以呢 要去学习这个DF命令啊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呢 叫锦号DF-H 那么这个-H要不要加呢 那我们先看看不加是一个什么效果啊 不加看看什么效果 就那么这边呢 先输入个DF 那不加之前的话 是这个效果啊 那我们再加一下看看啊 DF-H 来比较一下 看看有什么区别 后面有单位了 后面有单位了是吧 那么这个-H 我们今天上午在哪个地方用过呀 L-S是吧 是不是跟那个文件和文件大小有关呢 一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H呢 也是表示以较高可读性的这个形式来进行展示的 那么我们以后呢 用的时候呢 就默认啊 一定要给这个DF加上个-H参数 要不然的话 你还得去换算一下 比如说 这个领导让你看一下 你这个磁盘空间还是多大 那你还得算一下 你不可能直接把这个数字报给他的 他肯定也不想看 那你还得去用基本上去算一下啊 这个是多少兆啊 多少G啊 好 那么咱就不用算了 所以呢 加上这个-H就很方便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先把这个表头啊 来读一下啊 看它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呢 都是英文的啊 File Systems File Systems呢 叫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这边呢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这个Windows之下呢 它有好多个分区 是吧 那么这个File Systems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分区的意思 像这个 哎 它就是一个盘 这个呢 又是一个盘 这个又是一个盘 这个又是一个盘 所以我们可以把File Systems呢 看作是分区 这是理解比较简单的啊 然后第二个呢 Size 大小 大小 然后Use的 Use是叫使用 加D表示被动 叫被使用的 然后呢 这个叫Avariable Avariable呢叫可用的 然后Use百分号 已使用的百分比 Monte的On Monte的On 叫挂载点 挂载点 那么上一天呢 谈到了一个挂载的这么一个词 当时讲的这个含义呢 就拿某Windows做了个举例 假设那么Windows插入了一个U盘 那么系统呢 就需要给它去分配一个盘符 但是呢 Ninux呢 不会自动分配 而且呢 Ninux一切接文件 它呢 需要把这个系统呢 这个设备啊 需要挂载到 放到某个地方去 你像这个盘 这个盘 它就是一个分区 那么这个分区挂在哪呢 挂在根目录下了 然后这又是另外一个分区 挂在哪呢 挂在DEV下面的SHM下面去了 也就是说 你要想访问这个盘 那可以啊 你访问这个目录就行了 然后这个呢 SDA这个呢 挂到boot下面去了 你如果要访问这个盘 那你访问boot就行了 如果这个访问S20的话 那只需要访问这个模式就行了 其实这个呢 和这个是对应的 嗯 行 那我们看一下 那哪一个是我们的光盘呢 硬盘呢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光盘啊 这是光盘 那哪一个是我们的硬盘的 我们一开始分的是20个G 是不是第一个呀 第一个的话 你看我们的光盘 硬盘 它显示18个G大小 但是呢 已经用了3.6个G了 还算多大呢 还算13个G已经使用了22%了 哎 哎 那除了这两个盘之外 为什么下面还有一些盘呢 为什么还有两个盘呢 哎 那这个呢 和Windows的机制是一样的啊 那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 自己电脑的这个Windows的分区啊 哎 没看过的话 咱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 打开这个自己计算机的一个管理 管理里面有个叫磁盘管理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啊 这个过程呢 可能稍微有点慢啊 你会发现 我们本身的计算机这里面 我这里面有几个分区啊 是不是7个 但是你会发现 这里面值不值7个 不值7个 而且呢 除了就是说这个 D E F G 这些这几个是我们能看到的嘛 是吧 这几个是我们能看到的 除了下面的几个 你会发现 上面还有好几个 每一个都是几百兆几百兆的 这几个是干嘛的呢 这几个呢 是系统预留的 就好比说 你买一个五百兆的硬盘 其实你会发现 你能够用的那几个盘 加起来根本达不到五百兆 对 一般都是四百六七十个G左右 剩下的盘呢 就被这几个占了 而且这几个盘呢 你也分不了去 你不能再分了 这个它要系统上留着 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效果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下面这两个呢 虽然说我们当时分了二十个G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用十八个G 还有两个G 不好意思 系统占了 这两个就是系统占的分区 那么以后我们看硬盘的分区呢 我们只要看 这个就行了 看第一行这个就行了 看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还算的这个空间 好 这是DF-H的 它的一个作用 来显示我们的磁盘 生育空间 语法-H -H呢 表示 表示 以可读性较高的形式 较高的形式 暂时大小 暂时大小 这是第一个命令 只要记住这一个语法就可以了 DF-H 查看这个磁盘空间 行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指令 第二个指令呢 叫F-R-E-E-FREE-M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磁盘 除了磁盘的话 能够被我们看的东西还很多 比如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任务管理器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你的这个CPU啊 和内存呢 这些东西的一个占有率 是吧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命令 那么第二个呢 叫F-R-E-E-FREE指令 那么从这边开始 这些指令呢 你就不能看单词的意思了 看单词的意思 根本就没办法 把它往我们实际的作用上靠 你像这个FREE FREE它的英文单词 含义叫免费自由的 你能把它联想到 查看什么东西呢 根本想不起来 所以不要靠单词来记载 这个地方 它这个作用 我们先看它的作用 FREE的作用呢 表示的是 查看内存 使用情况 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然后愈发格式 愈发格式呢 请号F-R-E-E-FREE-M 那这个-M呢 它同样也是可加可不加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加上去的 那也我们按照刚才的形式来看 先加一下 再不加一下 看看怎么效果 F-R-E-E 好 再加上个-M 比较一下 是变小了 是变小了 变小了 做明它单位是不是变了 要不然不变的话 它不自于说说小了 是不是 大概变了多少呢 M是啥 对 M是兆 那么我可以以此类推 还可以以什么为单位 来试一下G 但是一般用不用G 不用G 为什么不用G 因为它的单位太大了 你像这个 直接就没了 540就直接就没了 所以就不要用G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并没有写G 为什么不写G 就这个原因 如果你的内存不是很大 那直接就给你 四捨五入了 或者说 直接给你去了 你像这个540 540就直接变成0了 这个1800多 直接变成1了 所以这个就 差的就很大了 因此呢 我们一般呢 就用-M就够了 上面这个呢 太精确了 上面这个太精确了 我们呢 用-M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就看这个 看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它 它呢 表示查看内存的使用情况 -M 表示以 MB为 单位 来进行查看 以MB为单位 进行查看 也就是以兆为单位 进行查看 那么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 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当前还剩多少内存 可以用呢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去读 那我们把上面东西先清掉 然后呢 重新看一个 -M 这时候呢 咱来看一下 怎么去读这个东西 这里面呢 有三行 一行 两行 三行 那我们真实看内存的时候 看哪一行 看第一行不准确 为什么说看第一行不准确 那么比较准确的呢 是应该看这一行 应该看这一行 看这一行 因为这里面的话 也有包含一些内存被系统分配了 但是没被使用的 意思呢 系统给你预留了一些内存 我先提前给你把资源分配了 但是呢 又没有人去用这个内存 那么这一部分内存 我们是把它算作 已经被使用了呢 还算剩余内存呢 这应该算剩余的 因为没有被用啊 那后面的话 如果需要用 你就可以用 所以说 我们应该看这一行 因为它 你看这个剩余 free嘛 剩余的嘛 比上面这个是不是大呀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些 已经被分配 但是没有被用的 那么已经被分配 但是没有被用的在哪呢 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被系统已经分配了的 但是呢 并没有被使用的 那这两个单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单词 对应着一个叫输入和输出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有的程序想输出 想耗内存 那可以 好 你可以占这个58这个内存 那想输入怎么办呢 好 你可以占253这个内存 那这两个是已经被分配的 但是没有被用的 大家可以拿计算器算一下 1353加上58 加上253 看看是不是等于这个值 可能会有1的差距 为什么有1的差距 因为我们的单位现在是照 可能会有45度的感觉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1的无差 但是1的无差能接受的 拿下计算器 拿下计算器 计算器呢 教大家一招 在我们这个命令行里面 输入CALC 来我按一下回车 好 按回车之后呢 咱来算一下 那么这边呢 是1353是吧 加上多少呢 加上58 加上253 是不是有个1的误差呀 1的误差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 你把杠M去了之后 你再加一次 保证一点误差都没有 主要是单位的原因 那么1664 这个就是我们剩余的可用内存 剩余的可用内存 加上已经被使用的228 加上228 1892 和这个1894 很接近吧 很接近啊 所以以后呢 大家看剩余内存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 看这个 看这个啊 看这个 第二行的 最后这一个 行 那么剩里面呢 包含了一些 已经被分配 未被使用的 那么这个又是干嘛的呢 Svive表示交换的意思 那么交换这个东西 摆在这个地方呢 不大好理解 咱们这么来说吧 我们这个盘呢 我们这个内存 给了多少机啊 当时啊 我给了两机是吧 那么给了两机 可不可能说 什么时候 两个机不够用了呢 肯定是有可能 有这个时候的 那么系统 有这么一个机制 系统呢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内存 不够用的时候呢 它允许我们去使用 使用这个硬盘 使用硬盘空间 来充当临时的内存 能够使用硬盘的空间 来充当临时内存 Windows也支持 怎么设置 大家可以右键 我们的系统盘 然后点属性 属性里面呢 看看啊 嗯 没有了 我再找一个盘 这个地方有啊 就是这个 Readyboost 就这一下啊 该是不是不能用 因为计算机 速度足够快 不能用啊 这地方也不让用 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电脑 看让不让用啊 就是说 有这个Readyboot之后呢 它就可以允许我们 设置一个范围 当你的电脑内存 不够用的时候 它会去把这个磁盘空间 临时充当内存 但是这个磁盘空间 当内存的效率 肯定是没有真的内存 来得快 就是应急用的啊 一般是应急用的 嗯 都使用这个设备上的空间 来加速 加快这个系统速度 就这个作用啊 这个呢 了解一下 像我这个16个G 就完全够用了啊 根本就不需要了 嗯 那这个2047呢 是当时我们在装系统的时候呢 Ninux默认给我们分配的一个 交换的这个空间 两个G 设置了两个G的这个大小 那么这个值的话 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 你10G内存的 2到4倍 不要太大 太大不是什么好事啊 你要把整个盘都来当这个内存 那就太浪费了 这个是我默认设置的啊 那以后看内存的话 看它就行了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内存 真实的剩余内存 好 free-m啊 好 这是查看内存的方式 好 剩余的 真实可用的啊 内存 为 1665 单位呢 是 MB 单位是MB 然后上面的那个 1553呢 是 真实 剩的 但是呢 上面呢 还包含了 我们应该包含后面的 58和253 这两个是已经被分配的啊 已经被分配的 这个是未被分配的 有点绕啊 就记住这个 第二行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Swap呢 是交换的 SWAP啊 是 用于 临时 内存 当我们这个系统 真实 内存 不够用的时候 不够用的时候啊 可以呢 临时 使用我们的 磁盘空间 来 充当 内存 就这个作用 效率 不敢保证和真的内存 一样的效率啊 因为他毕竟是拿磁盘充当的嘛 内存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啊 所以效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话 那内存现在怎么会卖这么贵啊 磁盘现在500G的磁盘多少钱呢 500G的磁盘的话也就几百块钱 但是你看看500G的内存你试试 现在16G的内存的话 基本上都得1600多啊 所以这个效率肯定不能放在一起 比较的 没法比较啊 这个share的 share的是指共享内存啊 行 那么这两个呢 是跟这个硬件相关的啊 一个呢叫做df啊 一个叫free啊 查看相关的这个使用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